你真是的 不過我最想做謝賢伯伯 為什麼?你想做謝霆鋒的伯伯? 不是,因為謝賢伯伯留長頭髮,綁著他 走路的時候睡著睡著 好像掃把那樣,很帥氣 怎麼了? 怎麼了? 長哥哥 你為什麼害怕他? 爸爸、爺爺,我先走了,對不起 你害怕什麼? 糟了嗎? 爸爸、爺爺說你上學了 為什麼你活在這裡? 放學,放學就回來 那你學什麼? 圖書館你 圖書館你? 好像挺好聽的 對了,差點忘記了 你說過不想見到我,那我走了 昨晚是我不對,對不起 我不應該去罵你,你不要怪我 我怪豬怪狗,我也不會怪你 因為你這麼客氣,是很好 你這樣跟我聊天,就是不生氣了 你也很懂得吃著想 讓我吃著想,好嗎? 隨便 好嗎? 長哥哥,那我呢?那我呢? 你管什麼? 有一件事我想求求你 什麼? 為什麼你這麼生氣,我看你那幅圖畫 說你也不明白,不說 我不明白,你說到我明白就行了 不說? 說吧,好嗎? 你不要這麼肉麻 你這幅畫是誰畫的? 那個畫家死了沒有? 人家說如果那個畫家死了 他畫的畫會很值錢的 這幅畫是我畫的 是你畫的嗎?都畫得多漂亮 這幅畫是我喜歡的那年畫的 我借給我看看吧,麻煩 看看 我小時候 我發夢都想自己變成王子 王子騎著白馬 多帥 但是現在都像個甲蕾一樣 小朋友長哥哥 我想叫你做小朋友長哥哥 好玩一點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了…你不要太熟了 因為我也想做白馬王子 你可以借你這幅畫給我照著畫嗎? 你會畫畫嗎? 我畫畫很漂亮的 我看你有多厲害 好呀 小朋友長哥哥 我畫好了 那你就學一下東西了 不是吧?這樣也算漂亮嗎? 你畫得像一隻肥豬騎著一隻肥豬一樣 我覺得呢 我畫這幅比你那幅好多的 你比我漂亮? 你拿去問問別人吧 不用問 那幅畫是我畫的 那我自己覺得漂亮就行了 那我自己喜歡就行了 不用管別人怎麼說呢? 那我自己開心 又不會影響別人 又沒有犯法 肥貓,這幅畫畫真的很漂亮 我是天在小畫家 那我好開心啊 哈哈 肥貓說得對 我最大的缺點就是自卑 是我自己才歧視我自己 人家對我好 我又覺得人家可憐我 施捨我 我不懂得欣賞對我好的人 是我令我自己不開心 小孩子,長哥哥 雖然我不是完全明白了你說那些話 不過不要緊 只要你自己明白就行了 肥貓,我好欣賞你 你欣賞我呢 挺好 因為我是挺好欣賞的 哎呀… 你怎麼了? 這樣叫得很大聲 你又想吃東西嗎? 是啊,去吃雲吞麵吧,好嗎? 走吧… 我怕了你 叫爸爸、爸爸去吃雲吞麵 你自己叫 對呀 爸爸,是你爺爺來的嘛 為甚麼你不叫他呢? 你很怕他的嗎? 小孩子,長哥哥 我肥貓一個家人都沒有 那你還有一個爺爺呢 是很好,我很羨慕你 你去叫他去吃雲吞麵吧,好嗎? 好嗎? 好嗎? 方便的,做了碟釣菜 爸爸、爺爺,我先吃完宵夜回家 明天才來探望你 那你自己小心 好,謝謝你,再見 再見 再見… 我忘了告訴你 我認識了那個白雪公主 很美女 我跟我的眼睛看不到東西 那豈不是盲的 不過盲的也好 看不到你肥沉沉 你感覺很想我自尊心 你要跟我說對不起 是呀…對不起 那乖,我原諒你 走吧,走快點 你們搞甚麼 我帶你去見仙姐姐 你不用上班嗎 我今天下午放假,不用上班 那我想約了仙姐姐放學之後 跟我們一起吃飯 我沒有空了 我還要回家煮甚麼食物 不用了 那我打電話給伯伯爺爺 他說自己會搞定,可以了 你肥貓,你有預謀的 是呀,我有時是很尷尬的 走吧 去榮記可以吃炸豬雞 去榮記可以吃三色蛋 去乘機可以吃梅菜靠肉 你請人吃飯 你讓別人拿主意吧 那我就說給仙姐姐全選了 有這麼多間選的嗎 是呀,還有八十三間的 聽到得開心吧 讓你聽著,還有 那間珠珠記在哪裡呢 我怎麼知道 媽媽,爸爸 先生,你這麼晚才擔心媽媽 對不起,媽媽 再遲十五分鐘,你媽媽就報警了 爸爸,剛才那間店舖的製飯很好吃 有空帶你們去試 好啊 要你吃飯的是什麼人 朋友 你在上次我弄傷了雙腳 那他是什麼人 人家對你這麼好 不如看看他們什麼時候有空 我們請他們吃一頓飯 好啊,那我先換衣服 等等,先生 不是,還是要問清楚究竟他是什麼人 先生 你讓女兒休息一下吧 爸爸 那兩個人是什麼人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請人吃飯了 就是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才要請他們吃飯觀察一下嘛 你說他們兩個是不是先上次 你怕什麼 那女兒就算拍拖也很正常 你覺得我們女兒很舒適嗎 如果真的有人肯照顧我們女兒 那我們就算了一件心事了 如果不是 跟女兒做朋友也沒有壞 反正她也沒有什麼朋友 那倒是 但如果那兩個是古惑仔那怎麼辦 古惑仔? 如果像山雞陳豪南那麼有型 那也不錯 那我就擔心到死了,你還開玩笑 媽媽,放鬆點吧 爸爸,媽媽 媽媽 你的朋友呢?進來… 你叫我進來,不用這麼開心 你好? 我爸爸媽媽 我孫姐姐,爸爸,孫姐姐媽媽 減屋叫肥貓 我叫知覺長 我們買了東西來,煮飯吃,對不起 他們說自己煮不想你們破廢 怎麼這麼客氣?過來坐吧 謝謝 孫姐姐,你家裡很大很漂亮 好像皇宮那麼漂亮 謝謝,隨便坐吧 好 你想吃嗎?不吃嗎? 好,謝謝 我去做點飲料 好,謝謝爸爸 謝謝